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一次偶然的忌讳 王健在网上购物时 发现了一种在植物工厂里种植出来的水培蔬菜 于是便尝试下了订单 这个挺新鲜的 因为我也第一次看到 在山上我从来没有看到说 他送过来的菜都是带根的 就是有那种根须 然后第一次看 其实我也挺纳闷的 我不明白 然后了解了一下就知道 他这个活体菜 所谓活体菜 就是说我们就是放在这个水里 至少要保持五天左右 它的新鲜度 所以就是说即便是你吃不完 或者是你今天晚上没吃完 放几天其实都不影响 自从在网上找到这个蔬菜卖家 王健再也没有为吃不到新鲜的蔬菜 发过愁 每次收到快递 他都会第一时间将绿叶蔬菜 放到特别准备的玻璃杯中 这样既可以充当花卉 装点家居 美化环境 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持蔬菜的新鲜度 和土培蔬菜不同 这种水培蔬菜 只要稍稍冲洗一下 便可放心食用 同样 一起购买的番茄黄瓜 也都容易清洗 并且口感与一般的蔬菜 会有所不同 其实这番茄还挺好的 因为买过来的话 直接用水冲一冲 然后就可以了 像其他的外边菜市场买的话 有的时候就可能 如果回来的话 就担心他有这个农药啊什么的 可能还得用盐啊 拿水泡一泡 还行 这个的话我就挺放心的 拿清水一冲就行 就冲干净了 你看现在我炸这会儿 这个他这个小番茄 清香味就出来了 挺好闻的 对 你看 我觉得这颜色上 这个特别的 就是外边的西红柿 我买的大番茄啊 我炸过 就是颜色出来 就是要不然就发黑那种 然后要不然就特别浅 然后感觉不是特别的那个正宗 然后呢 反正我心里感觉 我买这个感觉 我还觉得挺好 你看上面那一层沫 奶沫 就跟那个小酸奶 在奶沫似的看着 还比较好 闻起来 闻起来的也特别清新 嗯 特别好喝 那么 这种在网上购买的所谓的水培蔬菜 到底是如何种出来的 为何会有如此与众不同的口感呢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出菜是越新鲜的越好 你看过去我们买菜的时候 总希望呢 哎 这个菜看上去水淋淋的啊 尤其像买黄瓜之类的啊 我们就要求它顶花带刺 新鲜的才好吃嘛 尤其是对绿叶菜来说 更是如此了 要是粘巴了 那肯定就没人愿意买 那价钱自然也就下去了 你看 现在啊 这种养殖方式啊 哎 你说 搁到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些白领当中 生活压力比较大 每天都赶着去上班 在这种情况之下 谁有心思 天天一大早上起来 跑菜市场 去买最新鲜的菜呢 恐怕那个点呢 多睡一会儿才是真的啊 但是现在呢 类似这种绿叶菜养殖方式 可以帮上我们一点小小的忙 哎 你比如说 买一些这个蔬菜回去 然后做一块呢 做一块这种啊 这个塑料泡沫板 上面掏一些窟窿 然后把它放进去 这样呢 下面还可以养点鱼 搁到鱼缸里头 鱼呢 可以吃它的根系啊 然后这个生菜呢 还可以借助水里面的养分而存活 这样的蔬菜呢 在家里啊 可以摆放很长一段时间 既可以作为一种景观欣赏 同时呢 没事呢 摘下来看鱼的时候呢 做个三明治吃也挺好的 记者走访了解到 这种干净新鲜的水配蔬菜 竟然还进入了一些饭店的菜单 这边是水培的植物 无土的 然后您直接戴上手套 或者是您尖一下手 您这样在这个菜 跟两只手指头掐一下 它就嫩 它就掉了 然后您包着这个香榛苗 炒小豆腐 只要卷着吃 好 如今 对美食的要求 人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美味 更多是要追求 食材的新鲜 健康 与营养 这个蔬菜呢 就是特别符合我们餐厅的理念 因为我们是素食餐厅嘛 这个倡导 这个健康 环保 这个养生的 这么一种饮食的习惯 以及生活方式 在北京 险东经营着几家素食餐厅 不断寻找有机健康的食材 烹制创意菜品 一直是它的经营理念 如今 人们对新鲜蔬菜的需求 让险东大胆尝试 把菜园子搬到餐厅里 蔬菜呢 就是非常安全 营养也非常丰富 如果搭配着我们这个烤鸭 一起来吃的话 做到了这个膳食平衡 放弃传统薄饼 该用蔬菜叶来卷着刚刚出炉的烤鸭吃 一定会有别样的风味 这样大胆的尝试 也吸引了不少的体验者 那么 这道独特的活体蔬菜的提供者 会是谁呢 原来是这位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设施农业专家 魏玲玲 这也是她第一次把植物工厂的概念 成功地搬到老百姓的视野中来 我们是做农业园区的整体解决方案的 我们有很多的水培技术 种植的技术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把技术的推广 能够让千家万户的老百姓 都能够吃上优质安全的蔬菜 这道蔬菜呢 是我们植物工厂里面栽培出来的 它叫波士顿奶油生菜 它也是一种水培的活体蔬菜 用水培蔬菜做的菜肴味道如何 它们仅仅依靠水就能茁壮成长吗 请继续收看 走进百姓生活的智慧农场 将活体的蔬菜直接做成一道道菜肴 端到食客的面前 这种现摘现吃的奇特方式 能否俘获大家的心呢 味怎么样 确实不错 确实不错吃 你以前点过这样的菜吗 没有 今天也是第一次点 我感觉这里的菜特别的 包括它的摆盘 特别美 除了我们能享受美味以外 还有一个视觉的声音 客人非常喜欢 有些人就是吃完这颗菜 他还想再买一颗带回家 或者是放在办公桌等等的 就是又是蔬菜 又能作为一个装饰品 然后给人这个新鲜健康的感受 然而 这种来自波士顿的奶油生菜 只是魏玲玲植物工厂中 众多蔬菜的一种 魏玲玲不仅仅是一个为餐馆提供好食材的制造者 它更像是一个蔬菜王国的缔造者 在这个近一万平方米的温室大棚中 我们看到种植这世界各地不同品种的叶菜类 果菜类以及食用菌等上百个新品蔬菜 与传统面朝黄土被朝天的耕种不同 魏玲玲在繁华都市中打造的现代化的植物工厂 完全实现智能化的控制 通过精准的营养液供给 来实现果蔬的高效 集约化栽培 现在有白粉丝 你看这个因为物联网的信息化技术 我们会通过它去分析 比如说我们摄像头 我从看你园子 我看你浆虫板上 都沾了什么虫子 如果说你单区域的这个虫子都多了 包括虫子品种多 你看这还有白粉丝什么的 就是我们会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要该繁制了 对能看着你看这个白点 对对它现在这边三种虫子 一种这种一种大一点的 那么我们会远长 比如说我在北京我就看到了 您可能还没发现呢 我说坏了 你们必须要开始进行病虫害防治了 不彻底消毒防治的话就不行了 在咱们就通过智能化的事物 比如说我手机上就有这个东西了 我就能 今天我要打开手机 我的那个平台 我看看你山东无地那边种的怎么样 我一看糟了 我赶紧给你发短信 我说这个事情要报警了 几年来 魏玲玲不厌其烦 一次次的向人介绍着 这个智能化的蔬菜王果 土地环境的恶化 城市化进程和人口的急剧增长 让工厂化种植模式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这一次的听众是有求而来 他们来自渤海岸边的吴地县 由于地处贪图 大量的严检地和荒芭地的现状 使得吴地县政府希望通过现代智慧农业 改变当地农民对土地的依赖 为此 吴地县的财政局长专程驱车 来寻求魏玲玲团队的帮助 为什么我们找中国农业科学院去搞这个规划 这就是说是他们的优势所在 就是把这个就是农业科学院的这个理念 种植在我们在我们当地呢进行移植 就是说是规划就在带动它的产业 然后呢和它的市场对接 说他们的理念呢让我们非常的认同 企业存在的基础是商业 对于搞技术出身的魏玲玲来说 会种菜种好菜不是难题 而如何把菜卖出去才是真正要面临的挑战 为此他也在积极尝试跨行业的合作 为新农场主探索更加切实可行的商业模式 实际现在很多的就是地产项目 它都在找差异化的点 那你比如说我这个无论是商业地产 还是其他的地产项目 它都希望我周边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然后呢这个环境是花园吃的 然后呢有非常现代化的农场 然后呢我在地产入住 无论是商业的空间 还是我入住的居民 它都能够就近有非常好的休闲的环境 能够就近吃到最好的新鲜的蔬菜 2015年在北京房山区农业生态股 魏玲玲与国内一家知名公司合作 设计建立了一座 即世界先进农业技术为一体的智慧农场 这里将所有生长在地上的植物垂直排列 将阳光水分与空间充分利用 无论是酷热的夏季还是严寒的冬天 一年四季都能种植出各种新鲜的蔬菜 我们这个蔬菜呢就是种在这个 我们叫它是漂浮板 每一个板呢就是种植28颗蔬菜 这样的话它就是根据蔬菜的 就是标准距离进行合理摆放 然后进行种植 整个这个漂浮板 你看你很清楚地看到我们这个 这个漂浮板的样子 就是整个板就可以漂浮在水上 那下面这个是我们的营养叶池 大家看到我们的根 这就是在通过这个 直接在营养叶里面进行吸收养分 因为我们奶油生菜的种植的规律的话 咱们在夏天一个月的时间 基本就可以实现它的 从幼苗到成品菜的一个生长过程 这种被称为漂浮培蔬菜种植技术 引自荷兰 荷兰虽小 却是欧洲著名农业大国 但荷兰能够得到这个称号 与其说是因为农业生产的规模大 不如说是因为农业科技化 自动化的程度高 以前农民下地 很辛苦的 农田头顶蓝天烈日很热 现在呢就像工厂似的 我上班了 也上班来有可能坐着电梯就来了 都不用去踩着大泥巴 然后弄一手土 这就很干净 很轻松的 就把菜就摘下来就可以吃了 不仅人可以坐电梯 在这个智慧农场 有的蔬菜也是要坐电梯的 眼前的这片芽苗菜已经成熟 而此时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控制 就能够将他们从二楼 转移到一楼的采收区 这是我们潮汐式苗床的 一个远程控制系统 在手机上可以控制到 这个电脑上面去的系统 就是说您在家里 还是在户外 也能用您手机来控制它 对 包括它的上升下降 现在已经出来了 现在就是送过我们的手机 这就是您控制的 对 粉色和黄色有什么区别呢 像黄色就代表是成熟了 已经在采收了 完了之后就是这个粉色 它代表就是正在生长的一个过程 那成熟的有多少大概 大概一个16床左右吧 16床 等于说今天我们可以采收16床 是吧 对 实际上 整个园区里的每个蔬菜生长区 都安装传感器 监视器 通过电脑网络 就能完成对所有蔬菜的智能化控制 也就是说 在办公室 就能完成种菜收割的任务 这个区域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 重量智慧农场的 就是说控制中心 相当于大脑 相当于我们的大脑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的 就是芽苗菜种植系统 就刚才那个 对 大家看到这个上面 这个小方格 就代表到每一个就是苗床 每一个小的苗床 那么通过电脑的程序 就是对这些小方格进行移动的话 那么对应的就是对那些苗床 进行实际的移动 那接下来这 这样您可以看的三个屏幕 这是我们的物联网控制系统 物联网控制系统 就是物联到网上 把一个就是我们植物的生长状态 包括它的那个 你看这大屏幕上就会有 它的空气湿度 温度 土壤温度 土壤水分 甚至下面也有光照强度 二氧化碳浓度 把这个实时监控起来 然后植物的实际生长状况 监控起来 在这种模型下 我就可以进行植物的 就是说种植管理的一个控制 植物工厂无土栽培技术 最适合在都市的高楼大厦中种植 因此魏林明打起了 城市楼宇建筑意 如果说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 在高楼林立的大厦中 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卖场 你会喜欢吗 把植物工厂搬进高楼大厦 能做什么 魏林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如何完成农业与商场 跨界联姻 请继续收看 走进百姓生活的智慧农场 没错 把智慧农场搬进繁华的购物中心 让每一个人都能亲身感受 以往在大棚里才能见到的蔬菜 到底是如何生长的 显然 这一排排绿油油 整齐的蔬菜 吸引了每一位途径的顾客驻足 因为很多人到我们的园区 去看到植物工厂 就会觉得 哎呀 这个菜我怎么能买着 我上哪能吃到这个蔬菜 那如果把这样的高科技的这种产品 就放在老百姓每天来吃饭 来买东西的这种商品帽呢 他会近距离地接触这个东西 是一点都不神秘 并且呢 这个价格也很亲民 你基本上就是买了菜就能吃 并且带回家 而且还能够在自己家里面学习怎么种 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 奶油蔬菜 不要奶油蔬菜 哎 我要这个 这个 来来 我帮你弄吧 这个 这个 就回家这个根可以放到水里 对 放到水里面 可以成活三岛满面 您好 哎 您好 您帮我来这两坡 这两坡 这个吧 这个是不是好一点 这个 你看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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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的 谢谢啊 谢谢啊 看你买了一颗 对 是 是我刚买了一颗 对对对 我就想回去尝尝看怎么样 看着挺好的 就是不吃吧 也能当着就当花吧 也呆在家 哦 那你有没有担心这个蔬菜 其他呢 哦 不畏担心 你看这个颜色多好啊 是吧 看着绿啊 又绿又嫩的 肯定没有问题的 把植物工厂搬进商场 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很 首先你就有 有这种欲望来吃 这种呢 方式也同一次体验 而且就是现摘 看着它做 而且又又 卫生 又健康 感觉它是要照顾客户的一个感受 然后你想吃什么 你可以 加一些自己的调料 觉得很新奇 而且吃着呢 是另一种感受 味道也挺不错的 这个 口感很好 非常好 肯定是很好的 对女同志来讲 我就要吃原汁原味 我觉得这样更好 这里面没有农药残留 对美容啊 对护肤都会特别化 我都会很在意这一事 其实我们就想做一个 Shopping Mall 和农业的一个结合体 然后跨界的 它不只是一个餐厅 更多的是一个 生活方式的一个体验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这种植了各种蔬菜 你可以在这里面选一粒种子 然后呢 亲手去种上它 然后看它成长 但这个菜怎么吃呢 你可以在我们的餐厅里去点 这样的话呢 新鲜的活体蔬菜 马上就可以做食材的料理 然后呢 更关注的是新鲜 营养和健康 在这里 你可以直接把蔬菜买回家 也可以现摘现吃 未来 还能选一粒种子 学习种植 或是厨艺 看来这缩小版的植物工厂 已经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功能 在采访中 记者发现 还有一些顾客 并不是冲着蔬菜来的 我觉得家里如果房子大一点 你要是在别墅区 是吧 搞一组两组这个 种点菜 挺好的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觉得如果在家里面 能够有这样一个蔬菜的架子 我前两天在做装修的时候 跟设计师在探讨 我说能不能把我的有面窗户 改成一个蔬菜的一个架子 其实我想象中就是这样 一层一层一层的 然后放上蔬菜 这样的话我在室内 我每天都可以在那里摘到我想吃的菜 其实刚才一看我特别惊喜 我说这个可以搬到我家里去 在家中能否就能拥有一个迷你的植物工厂呢 实际上早在2010年的上海市博会 魏玲玲就把这一理念展现给大家 在魏玲玲的科技园区 就有这样一间现代化的智能植物厨房 未来我们只要购买一台类似冰柜大小的植物工厂 就能满足在室内种植新鲜蔬菜 随采随吃的梦想 像这个植物工厂呢就是一个小型的植物工厂 我们是给它放在家里的厨房里 像这个LED光源呢就是给植物补光用的 它是光合作用需要一个光 然后在下面呢我们还有这个水槽 这个水槽里面实际上放它生长需要的水和肥 它能够自动循环我们可以控制它 后面还有风扇控制风数 湿度实际也是可以控制的 然后现在这个工厂呢我们可以种很多品种的蔬菜 像这一种呢是奶油生菜 你看这儿还种着小麦苗 它可以在这儿喝 非常好 下面还有各种各样的蘑菇 而且你还可以连在自己的电脑上 用APP呢可以观察和控制你这个菜种的怎么样 还可以通过朋友圈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 面对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 以及对健康生活的要求 魏玲玲一直在想办法 让她研究的智能植物工厂 真正走入寻常百姓生活 开餐厅办培训 搞推广 还有各种让人匪夷所思的跨界想法 她还在不断做着尝试 不断扩展着思路 这是一种新型的显示材料 它以色域覆盖率宽 性能稳定的特点 由于目前现有的显示技术 敬请关注《走进科学》 解密量子点